舟車十萬火急開往五谷重劃區 一群民眾就站在路口 有人協助 有人議論紛紛 人路旁這名富人 遭搶匪搶包未遂 還用美工刀劃傷她的左手 分別有三公分 五公分的兩處刀傷 拜託人會被鎖定 就是因為當時她在路旁 車上專心的低頭滑手機 根本不知道已經被嫌犯鎖定住了 而且她當時身兼著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兼杯包 她連人帶包被扯下車 嫌犯緊抓著不放 而這個富人居然被美工刀劃傷了 左手 地面上到處血跡斑斑 而且連她的眼鏡都毀損 驚悚搶案 當時男子鎖定目標 照顧花圃後 拿出美工刀 先劃傷婦人 接著搶包 但婦人不從 雙方拉扯 嫌犯就這麼拖著婦人 將近三公尺遠 直到有夫妻擋路過 嫌犯才倉皇逃逸 地上血跡斑斑 還有美工刀的蓋子 婦人更因為被拖刑 連眼鏡都斷了 只是後來才發現說怎麼那麼多警察 我以為是那種什麼 造勢逃逸 附近募警民眾說 當時男子開車 倉皇逃逸 險些失控 以為是造勢逃逸 哪裡曉得竟然是可怕的搶案 這也是五谷的重劃區 周遭都是新住宅 但到了晚上相當昏暗 沒想到陳的嫌犯鎖定目標 嫌犯就是他 三十三歲的張姓男子 他前科累累 從過失傷害 毒品 搶奪 炸雞等前科 這回聲稱因為沒錢吃飯 才到餐廳偷車行搶 飯前還先吞毒壯膽 凶狠傷人 搶奪未遂 不只被害婦人 連附近住戶也飽受驚嚇 記者彭以德 少講一首組 新北市報導